大家好,今天是8月18日星期四,歡迎收睇明報5點半新聞 卑斯大學一位疫情模型專家說,本省官方疫情數據嚴重過低,真正感染病例可能高出100倍 根據聯邦政府的數據,截至6月份,已經有一半省民感染過新冠病毒 加上已經注射疫苗的省民,卑斯全省省民幾乎都有病毒抗體 但醫療官員所發表的數據顯示,卑斯省只有38萬個感染個案 除了感染數字之外,疫苗數字也嚴重偏低 卑斯目前只是感染後的30日之內死亡,才當作疫苗 但美國的研究顯示,感染後的一段長時間,新冠病毒都有可能致命 而感染病例被嚴重低估,原因是只有高風險的人群才會做PCR檢測 大部分所做的只是快速抗原檢測 官方未必掌握到真正的數字 專家說,秋冬兩季疫情可能會反彈 官員應該趁早改變疫情數據的發佈 才能更準確地掌握疫情走勢 謝謝大家 悲思疾控中心今天發表一星期的疫情數據 目前住院有366人 其中在ICU接受深切治療的有22人 上星期的數字分別是398人和22人 住院人數的降幅比較大 截至8月13日 一個星期的疫苗人數有24人 對上一個星期有28人 數字有所下降 亦是截至8月13日 一個星期的新增確診有877例 而對上一個星期則有900例 數字有所下降 但是現在很多感染了的人都不會做檢測 這個數字自公參考 阿博師傅懷疑強搶兒童案 市警發放更多疑犯的資料 根據細害細路的描述 製作了一幅疑犯的評圖 又說他皮膚深色 大概40歲 約5呎10寸高 中等身材 鼻蓋上帶著銀色的鼻環 左臂 有花位的紋身 案發於15日晚上8點半左右 一名落生男子 企圖從睡房的窗口 將受害小孩拖出 但受害人擺脫拉扯 而反途去無蹤 市警繼續勸喻大家鎖好門窗 報告可疑事件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來Lanshan Center 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 配一對適合你自己的助聽器吧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 還高達半價的 快點打個電話來語約吧! 卓能聽力中心 助理聽得更好、聽得更清 大溫哥華動物園的狼群出走 大溫哥事件已經踏入第三天 但仍未解決 動物園今天仍然關閉 動物園所飼養的狼群 是在星期二出走的 當日動物園開始關閉 散虎環境廳先前說 還有一隻狼未找回 動物園說 先前有人擅自闖入,進行破壞 難離王家騎警就正在調查 是否有人放走狼 動物園星期二的公開聲明說 狼群出走事件 是不會威脅公眾安全的 但同時也呼籲公眾見到狼 要立即舉報 有野生動物拯救組織就提醒大家 外出活動的時候 要好好地看管寵物和小朋友 剛剛收到的消息 根據動物園發布的最新消息 一共有兩隻狼逃離了動物園 其中一隻被發現的時候已經死亡 另外一隻較為年長的狼仔 還未找回 又說有人將圍欄展開 動物園將會在這個星期六重新開放 月滿團圓 半島承傳 半島精品店月餅系列 現役於加拿大正式授權販售 請認準官方授權販售地點 大統華 Hope Renfrew Toronto Yorkshire Hope Renfrew Vancouver 向天下 天天魚港大酒店 Beer Papas Save on Food H Mark 消費者購買前請查明精品標章 半島精品店 祝你中秋佳節愉快 溫哥華明天 19日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日間晴雲相隔 有三成機會下雨 早上更有可能有行雷閃電 氣溫最高有24度 加上濕熱效應有29度 離岸地區有28度 加上濕熱效應有33度 晚上天清最低都有18度 環境部有更新 向大溫地區發出的 浩熱警告 說浩熱一直會持續到 星期五的星神 對於如何解決醫院醫護人員不足 省府今天終於作出宣布 表示會在五個方面進行醫療改革 有方法就不等於可以一定解決問題 這個一定要實施之後才知道有沒有效果 而這五個方面的改革 就沒有包括今次醫護人員不斷說的 要廢除止加薪百分之一的1、24號法案 醫護人員的薪酬問題 在省府今次的醫療改革計劃裡 一個字都沒有提過 省政府宣布的五大醫療改革方案是 1、省政府給錢 病人在私人診所做手術 省政府表示 他們將會增加在私人診所進行的手術數量 費用繼續由省府負責 通過減少手術積壓 來幫助減輕公營醫院的壓力 但政府沒有說明究竟哪些手術會在私人診所進行 又有哪些私人診所可以提供這些手術 副省長兼衛生廳長瓊斯也沒有直接回答 他會不會考慮給更多私人診所在安省營運 安省現在正是探索一個系統 將需求高的手術分配給所有可以用的外科醫生 安省衛生局行政總裁安德森說 他們不會將員工在公共系統裡切出來 調入私營機構裡 第二方面的改革是長期護理院的變化 為了緩解醫院的壓力 省府負責立法 將那些等待長期護理的醫院患者 送去不是他們選擇的療養院暫住 這樣就可以空出400張醫院的病床 長期護理部長說 等候入住療養院的人 他們的優先後補名單 是不會受到這個安排的影響 也不會有人被人趕出長期護理院 第三方面的改革 就是擴大非緊急護理服務 允許急救員每次奉召外出之後 他們不一定要將患者帶到醫院的急症室 這個計劃是讓救護員在患者家中進行治療 或者將他們帶到不同的護理中心 譬如精神健康機構 或者在現場就進行治療 護理人員試點項目的第一個階段 早已在2020年啟動 在40多個城市展開計劃 初步結果顯示 患者獲得護理的速度快了多少? 17倍 94%的患者 在護理之後幾天都不需要再去急症室 第四方面的改革 是給護士在不同的醫院做全職工作 安省將會修改一項計劃 允許護士和執業的護士在多家醫院全職工作 一個護士 到時就可以做兩份或更多的工 省府也會暫時支付國際培訓 和退休護士的申請、考試和註冊費用 希望這樣可以增加註冊護士的臣數 第五方面的改革 是農村和北部急診科 省府會推出新的點對點醫生 由經驗豐富的急診醫生 提供實時支持和指導 幫助醫生處理農村的急診患者 政府正與安省內外科醫生會合作 加快那些想在北部和農村 急診部門工作的醫生的註冊程序 加拿大的航空公司問題 真是一樣子不一樣 西製航空最近 應用程式發生個人訊息洩露 一些用戶在登陸自己帳戶之後 竟然看到別人的個人訊息 包括名字、聯絡方法 和信用卡號碼最後的四個數字 是多亂多探朋友 來自英國倫敦的本恩師說 他第一次注意到這個問題 是在17日的下午3點 當他入對西製的應用程式 打算退下飛去倫敦的航班的時候 見到另一個陌生人的訊息 包括他的名字、聯繫方法 和信用卡號碼的最後四個數字 而每次刷新熱面 就會換成另一個人的訊息 這個情況發生了4至5次 而且遲續了一個多小時 根本不是西製趕的只有半小時 而來自卑斯省的爆音 亦遇到同樣情況 他說當登入自己的西製張戶的時候 見到兩個陌生人的聯繫方法 和旅行獎勵 西製的發言人回應事件說 應用程式發生了一些技術問題 令到一些用戶的個人訊息被他人共享 事件發生在8月17日的下午3點53分 至4點27分 問題已經解決 他們將會嚴正對待這個問題和展開調查 對於受影響的利下甚至協議 不過他沒有回答有多少用戶受到影響 以及有多少人的個人訊息和他人分享 貝恩施說他最擔心的是 既然自己見到其他人的訊息 那麼其他人肯定都見到他的個人訊息 他好想知道有多少人已經獲取了他的個人數據 但是西製就避開不肯說 最近有多人被郵騙去到東南亞 之後是當地被禁錮 保安局今天說 將會成立專責組 處理涉及郵騙市民到東南亞的案件 說今年至今 共接獲20個港人扣助 其中12人已經安全 10人已經回到香港 現在還有8人在緬甸人身自由受限 保安局副局長卓孝葉說 救援的難處包括 確定不到被困人士具體的所作位置 卓孝葉提聲市民 當局已經將緬甸 列為黃色旅遊警示裡面 呼籲市民到當地要提高警告 並避免去緬甸北部或南部地區 當局也會在機場宣傳 提聲市民了解清楚當地的目的 也呼籲市民 不要輕信網上的招聘廣告 對聲稱可以賺快錢 和不理學歷或工作經驗 但報酬異常有後的職位 需要提高英國 澳門施警今天說 收到午中 懷疑有澳門居民 被誘騙到東南亞地區工作的案件 其中一個男子在7月中 經朋友介紹去到老窩 從事賭場公關工作 但在8月初已經離開當地 去了其他東南亞地區 現在的情況安全 另外施警今早 成功遊說三個女子 取消去相關地區的行政 47個民主派 因為35家初選 被控港區《國安法》下的 全謀顛科國家政權罪案件 所有被告 已經完成交付至高等法院的程序 其中吳正鏗、袁家衛、何桂南和劉永康 提出解除裁判官條例 第87A條的報導限制 《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 早前聽取控辯雙方陣次 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裁定解除限制 傳媒可以報導首次提訊日後的領訊內容 案件目前共有18人表明不認罪 29人認罪 認罪的包括戴耀廷、黃之鋒、胡志偉等 而不認罪的包括吳正鏗、何桂南和林卓廷等 控方在上年5月申請出案件 轉介至高等法院審理 同年7月8日是第一次提訊日 經歷過六次提訊日 今年7月完成所有被告的交付程序 但全會受到裁判官條例第87A條所限 未能報導所有內容 包括眾被告的答辯熱向 最多的事件 事當真過去一年 一年多些 我們都堅持有嘗試不同的東西 亦都試了一些歌曲的嘗試 今日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 - 做了一句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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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